Hello 同学 欢迎收看未来教育 凯杰数学 第一题进入分数四则跟指数率 这个在之前是分开的 那现在只是把它混在一起讨论 其实差不多 难度是差不多的 反而再简单一些些 好来 第一个 国小你可能就会看到了等值分数 如果5分之6的分母加上120 那分值应该要加上多少 它的值才不会变 好 绝对不会是120 你不过觉得下面加120 上面也加120就不变啊 大头啦 1 2 上下加1 2 2 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吗 原来它就叫做5分之6 那如果分母加120 那不就变成126吗 对不对 那当下面变成126的时候 上面要加多少 好 我不管 我先写框框 再讲一遍 6分之5的分母加120 变126 那6分之5跟126分之框框是要一样大的 好 我们先来算出框框 不要觉得太难哦 6变成126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21倍 所以你知道框框怎么算 框框其实就是5也跟着乘上21倍 所以叫做105 对不对 好 继续 5加上多少会变105 Hello 5加上多少会变成我要的105 所以这个答案就会算出来了嘛 OK 所以答案叫做100 好 最后我们再验算一下下 你说老师一个是6分之5 那如果下面加120就变126 上面加100会变成105 这两个有一样吗 乖乖约看看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最原始的方式 除以3 42 除以3 35 除以7 6 除以7 5 好 确定我们是对的 这一题的答案是100